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今天的求职课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换工作的问题,换工作包括跳槽和转行,跳槽跟转行有多重要,不是说有多重要,而是有多严重,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一个跳槽,一个转行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你接下来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可能你换一个行业,结果没有发展好,再回去不容易,你跳槽之后发现新的工作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令人满意,但那个时候回头也会很难。 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其实在职场当中是我们要特别慎重去考虑的问题,不过在这两个问题上很少有人是有经验的,为什么?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特别有经验,因为我跳槽过很多次,或者说我特别有经验,因为我转行过很多次,就证明他不是很成功,对吧?其实在这两个问题上,有经验的人比较少,所以每次跳槽跟转行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该问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系统的讲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有很多应届生,还有刚工作两三年,没有打算换工作的同学在听我们这个课哈。那你们为什么要听这个课呢?很简单,看一下,如果跳槽跟转行都需要哪些条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然后为自己的将来留点余地。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跳槽跟转行都挺正常的,因为变化太快了,想象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就是接受了这个分配,他们叫分配,你接受分配以后呢,你这辈子的职业可能都不变了。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地理老师,他当时就被分配到我们当地去教地理了,然后他这辈子的职业都没有变过,他很痛苦,他就觉得,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赛道可以再跑一跑,不过好在我们这个时代,跟他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时代呢,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乌卡时代,就V-U-C-A,乌卡时代,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充满一变性和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和模糊性,一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但实际上这个词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军方提出的,它是用来描述冷战结束后的那个经济状况,那个时候是一个一团乱麻的互联网商业时代, 所以他们找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那个时代的多变不确定性,复杂和模糊,很巧这个词也可以形容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就觉得一切变化都太快了,有没有? 我前两天看一个报告,就说好多品牌国产的两三年之内突然崛起,把整个这个市场都颠覆了,还有你在看互联网,比如说200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搜狐还赞助了奥运会,那现在呢? 现在连新浪的流量都开始被抖音跟这个快手抢走了,对吧? 所以它变化很快,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发展路线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我们很难确定就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在哪里工作? 跳槽转行的概率也很高,之前看一个访谈说,腾讯的战略规划,从来就只看三年,因为三年以后的事情就很难看清楚了。 那我们个人呢?三年之后你在什么公司,你做什么工作,你能规划吗? 我们对一些人来说也很难,一份调查数据就显示说,90后平均跳槽的时间是7个月,80后是19个月,再往后越年轻的人可能跳槽率就越高。 你像90后的跳槽时间就是80后的几乎是三分之一了,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90后的年龄比较小,它处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迷茫期,它只好通过不断跳槽的方式来摸索,来看一下其他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为什么?因为跳槽的代价很大的。 我前一段面试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讲,说自己从一家公司离职之后呢,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就先随便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当月没有收入的问题嘛,就干了七八个月,然后现在呢就出来又重新找工作了。 就他觉得就他这七八个月没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就只是随便找一个工作应付一下,但实际上跳槽的代价是很大的。 首先你的发展不连贯,没有办法积累出固有的优势来,对吧? 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尤其是还有一些会涉及到转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累积出这个职业发展的优势, 而且呢就很难看到你在一个阶段之内的成长,所以这个是跳槽太多的一个代价,而且跳槽太多会影响到下一份工作。 我在非你莫属的时候,还有我就是公司的人力面试,如果看到一份简历上,就是工作是跳来跳去的, 他们一定会问你,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离职率这么频繁,因为对于公司来说,稳定性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评标准,所以这就是连续跳槽的代价。 还有第三个代价就是浪费时间,对吧?然后你一开始可能以为那个工作很好,然后你就很盲目,你也不做调研,然后就跳过去了, 然后到那两三个月之后呢,就发现,啊,这个公司跟工作内容都不是我想要的,又想跳,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对吧? 难道就是为了熟悉一家公司吗?难道就是为了认识一群不合的同事吗? 这个时间成本是很大的,所以你本来可以花可能一个星期两三天去调研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工作不适合, 可是你却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个就很浪费时间了,这是我们连续跳槽太多的一个代价。 所以当你想要跳槽的时候,当你觉得可能想换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首先应该看一下这个公司内部有没有机会。 公司内部呢,你可以跟自己的领导先去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到底是对薪资不满呢? 还是对于这个工作内容不太喜欢了? 甚至是有点迷茫这种感觉,也可以跟你的领导去谈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调整一下工作内容,有没有机会去换一个岗位试一试。 这样的话你的代价是最小的,而且你的上司非常非常了解你,可能比你想象的对你的了解要多。 因为你跟着他干,所以他最清楚就是你到底能力在哪里,你到底干什么不行,其实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我对我们公司每个员工的优点,劣势,还有他们的工作习惯跟工作能力都是门清的。 所以你跟你的上司去聊一下,可能他能给到你更理性的建议,而且调岗之后,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变化是最小的,会更快的让你去融入到环境当中去。 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对工作不再那么感兴趣了,先看看在公司内部能不能解决,就算不能解决呢,也没关系,先等着,等到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再转也行。 反正就是一定要耐心,千万不要轻易的跳槽,如果你真的要跳槽的话,那么你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当然一个人他跳槽的原因有很多,确实在这个工作环境工作的特别不舒服,我跟老板合不来,或者是我到了这以后,我发现确实可能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等等,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前面不是跟大家讲说,怎么样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吗? 其实那些标准反过来,就是一个不合适你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些工作确实不合适,那你可能要跳槽。 还有呢就是你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跟明显的成长,你能做的事情更多了,你创造的业绩更多了。 但是可能这个公司的薪资制度不是很合理,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那可能时间久了你也要跳槽。 其实这些原因都是合理的跳槽原因。 在跳槽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下面这些点。 第一呢就是你是为了钱而离开的吗? 我在菲尼莫署上看到很多人填了一个简历,里面就专门有一栏叫做离职原因。 有些人就在上面填说,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然后其实呢就是为了更高的薪水。 其实薪水确实是这个跳槽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为了更高的薪水去跳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是说那个薪水给的更高,我们就一定要过去。 只有高到一定程度才值得过去。 比如说你的新工作,给你的薪资翻倍了,那很大情况下你就可以考虑去了。 但是你必须要看一下,就这个高薪水它是长期的还是消耗性的? 什么叫消耗性的? 就是新公司需要你把原有的一些资源带过来。 比如说你在老公司的人脉跟项目,你带过来以后,他才愿意给你开高薪水。 那这个情况下你的高薪根本就没有办法长久,对吧? 等你有一天把你的老本啃完了,公司就不愿意再给你这个高薪水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大家也要警惕,就是很多新兴的行业里面, 就是由于老板他自己对某一个岗位就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一般会出一个比较高的薪水去挖一个他认为有经验的人。 而等这个人过来以后呢,他已经对行情比较了解了。 你原来的薪资一万,我挖你过来的时候给了你两万。 但实际上我了解了行情之后,我发现你这个工作岗位的薪资也就在一万到一万三之间。 那他就会怎么样?心理不平衡。 那接下来这个高薪水可能也没有办法保持。 所以呢,看到高薪千万不要贸然跳槽。 我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了,就是都是觉得这个人懂他有资源,就把他挖过来。 挖过来之后呢,就发现,哎,你的资源不是都带过来了吗? 你懂的东西都教我们了吗? 好,那你这个高薪就不必保持了。 所以要看一下,就是高薪背后到底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呢,跳槽也就涨个百分之十,二十,差不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必要。 因为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前面几节讲到的职业状态,职业价值,还有硬性条件等等其他的内容。 一个新的公司,它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它整个公司的氛围怎么样? 这些可能是你在外部没有办法了解清楚的。 所以你跳到那边是有风险的。 可能你到了那之后,你发现这个新公司的环境很难适应,这样会消耗你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如果为了一点点掌心,还不如不跳,还不如到原来的公司踏实一点干下去,更靠谱。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就是说为了钱而跳槽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 其次第二个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厉害的是你自己还是原有的平台? 这个我在大平台小平台那一节提到过。 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小公司,挖了这个大公司的经理来以后呢,就发现表现不好。 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怎么回事,看走眼了吗? 为什么这个人,其实能力没有那么好,给我们能够带来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这就是从大平台离开以后,到小平台会遇到的困境。 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从新浪跳出来, 然后跳到一家小的公关公司去工作。 当时跳出来的时候,对方也给到他很高的薪资。 但是他到人家公司之后就发现,哇,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创造那么多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新浪工作的时候, 他手头有一堆的客户,一堆的明星名人。 那这些人呢,之所以愿意跟他去打交道,愿意成为他的客户, 是因为新浪这个品牌很好。 可是当他跳到一个小的公关公司的时候,他背后的那个平台不在了, 所以他到这个小的公关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挥原有的价值了。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跳槽其实就显得不是很理性, 因为他拿了高薪资,但是却给不到应有的价值。 所以大家在跳槽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考虑,就是到底厉害的是我自己, 还是我所在的平台。 然后第三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新公司的工作氛围。 实际上对你所在的行业跟工作,你已经比较了解了, 你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一个状态了,对吧? 其实对工作内容,工作行业都比较认可。 那这时候你要去跳槽的时候,就需要特别去考虑一下你新公司的工作氛围。 怎么了解新公司的氛围呢? 很简单,在面试的时候呢,要多跟老板聊。 一个老板的风格,价值观,往往就会决定他所在的公司的风格跟价值观。 所以你看一下他的风格怎么样。 然后呢,如果方便的话,你要问一下,就是你要入职的这个部门的离职率。 如果离职率非常高的话,可能整个公司的氛围就对于员工不是特别友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跳槽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既然对行业工作内容已经比较了解了, 那么要去看一下新公司的工作氛围。 关于跳槽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去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为了前离开的, 确定一下离开的是自己还是平台,不要贸然跳槽,再确定一下新公司的工作氛围。 其实一般的跳槽还好,因为你不换行嘛,你的工作内容基本上也不变。 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是转行。 这好多人可能已经工作两到三年了,三到五年了,就突然觉得自己所在的行业没有前途。 他要几乎去抛掉自己原有的行业的专业知识跟积累,从头来过,跨度大,而且难度也大。 尤其这些年互联网兴起,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互联网跟金融是收入比较高的行业。 对吧,都想往这两个行业里面跳,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 那可能你以前做的工作对于做互联网跟金融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这种跨行我们就要深思熟虑一下了。 首先要想一下,就自己转行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觉得新行业更好,新行业让你充满了期待。 我们先说前面这个原因,就是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是对自己不满意,还是对工作不满意。 你知道好多人他的这个咨询的问题都是,我在我现在的行业里面,我感觉赚不到钱,没什么前途,挣太少了。 那我想转个行业,对吧? 但其实这种情况下我都不建议他转行。 就他给我的信息来看,就是他之所以想要转行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挣大钱。 他觉得在自己的行业挣不到,那在自己的行业里挣不到,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行业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80%的情况下,问题都是出在自己身上。 好些人他不会游泳,他换几个泳池去折腾,他怎么着他都不会游泳。 明白吗? 所以不是说我在这一行我的工作有问题不满意,我就非要去换个行业。 先去看看自己身上的问题,到底是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够, 还是工作态度不对,导致自己在这一行怎么做都做不好。 所以这是第一种原因,我们要慎重对待的,就是看一下到底是对自己不满意, 还是对工作不满意。 第二种原因呢,就是说好些人他笃定了一个新的行业更有发展, 他对新行业充满了期待,他就想跳过去。 那这首也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新行业传出来的消息, 你一般能够看到的都是金字塔尖的消息。 比如说好多人都说这个密盟的广告费特别高,想做自媒体, 对吧,然后就跑去做自媒体,就发现哦,原来在自媒体界赚钱的也是顶部的那些人。 好多人都觉得像这个帕皮酱他们拍个视频, 然后说几句话就能挣到钱很轻松, 但是你要看一下,在抖音跟快手上有多少视频每天都在上传, 他们都火了吗?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新行业的片面报道和他的金字塔尖的那拨人的所作所为影响到, 就是认为说好像到这个行业就能够赚大钱,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金字塔底的人。 这是我跟大家提出的一点, 就是当你觉得一个新行业很好要跳过去的时候, 不要光看金字塔尖, 很有可能你贸然转行过去就被沉淀在这个塔底了。 所以一定要认真地去分析一下, 就是你所要跳入的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你确定了自己转行的真正原因, 并且认为自己有必要转行的时候, 你要开始去认真地去分析一下有可能面对的风险跟机遇了。 有一句话叫做跳槽穷半年, 转行穷三年, 不一定对, 但是转行很多时候确实意味着你需要降薪降级从头再来。 那这时候的问题就不仅是工资下降, 还有就是你的心态问题, 你的心态是不是足够好? 你可能已经工作了两三年了四五年了, 有点惊艳了, 但还要跟那些刚出校门的应届生一起共事, 然后你的上司可能比你的年龄还要小, 如果你的心态调整不好的话, 那新工作可能就不能顺利展开,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调整好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转行了。 怎么转行? 我们之前一直说一定要利用自身的优势, 对吗? 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就转行卖那个医疗器械, 卖得特别好, 因为他原来的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了他新工作的优势, 所以在转行的时候呢, 也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本来的职场竞争力, 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跳跃, 不是说为了转行而转行, 在转行之前呢, 应该好好地去做个计划, 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五步, 首先去了解你的职场竞争力, 职场竞争力,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什么地方比别人好, 对吧, 那优势到底是什么? 在这儿我们要学一个概念叫可迁移能力,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一个人他身上的优势可以分为天赋, 能力跟知识, 请问哪个部分是可以迁移的, 哪个部分是不能迁移的? 当你转一个新行业的时候, 你的知识的部分未必能够迁移, 你对原来的行业的了解, 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在新行业立足, 可是你的天赋跟能力都是可以迁移的, 比如说我的说话能力, 我不管在哪个行业, 对吧, 都是会用到的, 沟通能力, 你觉得对哪个行业不重要呢?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执行计划的能力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迁移的, 那在我们的职场早期, 一定要去多修炼这些可迁移的能力, 它才是你面对职场变化跟时代变化的根基,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 要去看一下自己身上那些可迁移的职场竞争力是什么, 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呢, 就是去学习一些新行业相关的知识, 去了解新行业, 那天赋跟能力是你身上有的, 对吧, 你肯定是基于这两点去转的行, 你不能说我这个人的天赋, 是我说话能力特别强, 然后转了一个不用说话的行业, 其实一般人都不会这么转行, 你一定要就是把自己原来的能力迁移过去, 那这时候其实对你来说, 新行业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了解, 你需要拥有一些关于新行业的知识, 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每个行业都有独特性,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多了解新的行业, 包括行业的趋势, 工作的状态跟发展前景等等,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去计算一下你的沉默成本跟新增成本, 沉默成本是什么意思呢, 你放弃做一件事情, 那你在这个事情上投入的所有的金钱资源精力就都收不回来了, 这个就是沉默成本, 转行以后呢, 你原来行业的人脉专业知识, 可能到新行业之后都用不上了, 也可能是部分能够用得上, 还有你转行初期被迫降低的薪资, 这些都是你转行过程当中的沉默成本, 而新增成本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学一个新的行业的知识所付出的培训费, 还有学习时间等等, 那这些是你需要去计算的, 在你了解了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之后, 也了解了新行业的知识之后, 并且计算好了, 就自己转行的沉默成本跟新增成本, 认为自己可以承担之后, 你要做的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盘点一下你现在手上的资源, 包括人, 时间跟钱, 在转行的过程当中, 想一想什么人能够帮到你, 翻一翻你的通讯录跟朋友圈, 看看他们的工作跟你想去的地方有没有交集, 向他们请教, 或者是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帮你递简历或者引荐, 一般情况下这个人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把你的人际关系分为强关系跟弱关系, 强关系呢, 比如说你们家人, 你特别特别铁的发小, 就一般这种人帮不到你, 因为他们有的资源跟你有的资源差不多, 可能能够在职业上给你帮助的人出现在你的弱关系里面, 大家只是认识, 但没有那么亲密, 这部分人呢你平时要留意一下, 他可能会对你转行这件事情有帮助, 在时间方面呢,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去了解新行业, 不要就是以一个小白的身份就直接去硬跳, 最后是钱的这个方面, 你在财务上一定要做好规划, 千万不要转行之后把自己一下子置于一个非常窘迫的境地,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转行的时候需要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去盘点资源, 到最后呢第五步就是去制定转行计划并且行动了, 你需要考什么证书, 你需要参加什么培训, 你需要跟什么朋友交流, 都要做详细的计划, 去找实习, 甚至是在网上输出自己对新行业的见解, 这些都能够给你的简历去增加亮点,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了目标之后重点出击, 你不仅要想我转去的行业是什么, 你一定要去想一下就是我转去的行业的公司的职位是什么, 然后根据这个去做准备, 这样的话你拿到offer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所以定向准备,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 比那种宽泛的为一个行业做准备, 成功率要高得多, 关于转行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过程大概分为五步, 首先去了解一下自己可迁移的职场竞争力是什么, 第二呢就是去学习新行业相关的知识, 第三去计算你的沉默成本跟新增成本, 第四盘点资源, 第五去制定一个详细的有目标的计划并且行动, 这些内容呢其实都是针对于那些已经工作了的同学, 比较侧重于他们这批人, 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他找的工作可能跟他原来的专业不对口, 有一份数据就显示说只有29%的95后毕业生, 他们找了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 也就是说有71%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在出校门的那一刻就转行了, 那这部分同学呢也要应用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 在转行去定目标的时候, 稍微再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转入你目标行业的最棒的公司, 然后不妨呢先转行, 然后再通过跳槽一步一步跳到自己最满意的那个公司去, 然后这个过程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我们给今天的课程做个总结, 第一跳槽之前应该先看一下有没有内部机会, 然后再考虑外部机会, 第二跳槽的时候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薪酬平台跟新公司的工作氛围, 第三转行之前要想清楚的问题, 转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要面临的问题跟机遇是什么, 第四五个步骤实现转行, 了解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了解新行业, 盘点资源, 计算成本, 做好计划并且行动,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启发。